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最近呢也是非常关注 金教授上次没有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但是刚才看了刚才这个背景短片之后 您觉得就是美国的这种非常恶劣的先例 对世界贸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世界就是说 所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较严肃的这个评论呢 都还是非常担忧的 而且就是对他是批评的 但是呢这个 当然美国方面 我看奥巴马过来有一个讲话 就是他认为他还是符合贸易原则的 这个他并不是开启贸易保护主义 所以现在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他这个动作本身 这个确实是非常负面的 但是他也在控制 想办法的控制 那个那么 特别是中国这个反击之后 我想对他的这个控制 是就是控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 应该是有一点好处的 我们不发言不行 我觉得这次发言呢 还是提示的 对 那么由于中美关系呢 受到了这个轮胎特保案的冲击 所以呢 这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见 是备受关注的 那么9月22号呢 在会见奥巴马的时候呢 胡锦涛主席说呢 美方对中国输美轮胎 采取特保措施 不符合两国的利益 类似的事件 不应该在此发生 那么奥巴马说呢 美国支持自由贸易 致力于继续拓展 同中国的贸易关系 美方面同中方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 请某一个问题等等 怎么来理解 我认为胡主席的表态非常有力 可以讲是给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当头一把 明确讲 防止类似事情在发生 据我得到的消息是 这个轮胎案 林泰特保安被奥巴马披露以后 美国的钢铁业 纺织业 塑料业 化工原料业 都蠢蠢欲动 所以我认为呢 除了中国采取对等报复的一些反制措置以外 胡主席的表态 我认为是很有分量的 足可以让奥巴马头脑更清醒一些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个字版 这是2008年11月 华盛顿G20峰会宣言的第13条 这个第13条是这样写的 说在未来的12个月 我们将反对抬高投资 或者是货物及服务贸易 新壁垒 然而呢 据独立的监测机构 全球贸易警报 不久前发表一份报告说呢 自2008年11月 华盛顿G20峰会以来 仅G20峰会以来 仅G20集团成员呢 就实施了121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另外呢 有134项在酝酿过程中 全球呢 90%的商品贸易 不同程度的 受到了保护主义的限制 而中国则成为 贸易保护主义的 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呢 这个数字还是非常惊人的 121项措施 已经仅G20集团成员 实施的就有这么多 那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金老师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落到实处 不是只说说 对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是大家都赞成了一个原则 但是呢 当一个国家自己 对